李柱明星期四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 今次港府以方便旅客为由 通过基本法20条提醒人大在香港的土地上 划去实施大陆法律 目的是为了绕开整个基本法 避免市民入民法院挑战 但此举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形容是特区与中央联手伤害香港人受法律保障的权利 用了大陆的法律 但有点香港人最紧张的呢 就是我们的法治我们的自由 那我们的法律和内地不同的嘛 那为什么突然间呢 因为方便有些人坐火车坐高铁进内地 就将一个这么重要的原则都可以放弃的呢 他又举例指 若香港将来再次发生战争 中央会借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那比如第二次占中 不要在中环好在网角好 比如说占了几天 咦他觉得不对劳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很容易呢 又透过20条 又大家在协议之下 又将那个被占据那个区域 又租回大陆 通常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谭惠祖反驳称 李柱铭提出的只是假设 市民不用忧虑 此外 多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发起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 不满港府在一地两检上玩弄民意 如果政府是这么想争取民意 好像很尊重民意的话 我希望或者我在这里呼吁政府 正正式式 正正经经地做一个公众咨询 关注组未来会有大量落局宣传的工作 唤起不同层面 关注一地两检的种种弊端 又会邀请各界人士广泛加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导 对了